江大姐是公共博位收费员 她介绍6月11号下午4点45分 一辆这G牌照的黑色奥迪车 停进杭州两主新城益胜路上的停车位 当晚7点40分离开 应该支付11元停车费 江大姐说当时收费系统显示 这辆这G牌照的黑色奥迪车 此前已经欠费85元 而且基本上都停在附近这一带 监控录像显示 当时江大姐站在驾驶室一侧跟对方交涉 前后车门突然都打开了 下来了三名中年男子 其中两名男子对大姐动了手 江大姐被打得亮亮呛呛后退 还被穿白色短袖上衣的男子推倒在地 三名男子准备上车 江大姐爬起来冲向那名穿白色短袖上衣的男子 又被对方一个爆摔倒在了地上 之后三名男子上车扬长而去 打完了然后第一遍他把我摔出去的时候 我就起来起来我把我的手机啊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了 这那个破手机收费的东西嘛 然后我起来他又把我摔出去 然后我摔出去都动不了了 然后我都等我缓过了神来他就开走了 已经开走了 然后那个在路边看着来说 他说哎呦这人太嚣张了 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子 他就把我报警了 江大姐介绍 当时她在家休息了两天 浑身疼得厉害 只好去医院住院治疗 医院的出院记录显示 江大姐6月13号入院 7月3号出院 医院诊断江大姐左侧多处肋骨折 多处损伤 头皮血肿 皮肤错伤等等 8月7号警方的鉴定意见通知书称 江大姐的伤势构成了轻伤一级 目前打电话诉求就是说 我现在连医药费都是我自己出的 花了多少钱了 花了七八千块钱 我向单位要 她说叫我到对方去要 对方给了吗 对方没有给 你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 江大姐今年55岁 给她发工资的是 杭州三营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我一个月拿了7000多 加上提成 加班费 对 那你受伤的这段时间 有什么给你发 她发了给我是1992 发了几个月 这个是发了一个月 在那一个月是发了3000多 我就是那一个月出事的那一天 那个月是我做了11天嘛 11天是发了3000多块钱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三名男子中有一名没有动手 打江大姐最凶的那名男子 已经被批准逮捕 另一名动手打人的男子 已被行政拘留 江大姐的丈夫反馈 警方告诉他 经济赔偿需要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 另外江大姐这段时间的收入等问题 还需要找人力资源公司沟通 记者查询后发现杭州三营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 在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460号 记者赶到这里后发现是一家老年食堂 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公司 460号 三营人力资源好像没有 你们这里就是个老年食堂是吧 对 江大姐之后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好像搬到杭州西湖区三敦镇了 但他也说不清楚具体的位置 要不要把黄青眼记者报道